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脏六腑我们单讲 比如为小肠大肠我单讲 我这里我相应部位不属于五脏六腑的这些学位 考识到翻门 十二肠和乙状肌肠 那我介绍这几个学位 因为我们在耳学在进行探测的时候 我首先我探测的是这条 幽形管道 你看就从口 直上下段出去了 所以你就画这一条线 你就基本上你就知道它消耗系统怎么样 口这个学位 你别看口就这一个小的学位 有人也可以看到这儿 它有个掉个牙齿 掉个牙齿因为它有小的底牌 另外呢 因为口腔的这些疾病 比如说口腔 压周病 因为有些人有压周出血 那这个地方就会出现肿胀 所以口腔有味道消化不好 口腔也出现晚一点 所以这个口这个学位呢 但是到目前来讲 比如口腔病我可以不通过这个诊断 那我可以通过上和下和我去诊断 牙齿掉牙了 我前天讲了 我们有这个下确脂钩 有上确脂钩 你看看有这个钩 你说这是它有没有压周掉牙 所以我现在可以不用它去诊断 但是我用它治疗 这个学位是治疗药学 所以它可以治疗口腔的疾病 比如口腔炎呢 舌炎呢 口脚炎呢 口脚炎 那么牙周病 口腔 这个牙齿出血 咸咳嗽 口腔溃疡 另外就是甜 你看你这些口腔的疾病 口腔的疾病 你只用这个血位去治疗 再加上 我们有一个核三角 上和下核和TiMJ 这两个血位加一个三角 足够了放血 所以为什么有些口腔科医生 我要学你的耳医学 因为它这里口腔科的疾病 它可以进行 可以进行这个 诊断治疗 特别是这个 这个 这个 链合关节紊乱 链合关节紊乱 一人一张嘴咔咔咔 张不开 你让他做口腔科检查 他也张不开嘴 他只能用开口气帮忙 台湾有一个口腔科医生 叫姚云超 我到他的诊所区 我一天都是两千多美金进来了 我说你 你住在桃园里 为什么没在桃 这个台中来看 来参加我的学习办呢 他说 我别的我都可以解决 我这个我解决不了 我就来参加你 治疗这个病 这也是跟我好朋友了 还跟我到过北京去学习 所以这可以治疗口腔的级别 另外这个呢 可以治疗 急性的 或者这些慢性的 这些慢性的 这个 口腔的 口腔的这些级别 就是 比如说 急性的口腔 急性的 慢性的口腔炎呢 口脚炎呢 这个都可以 那么 为什么 现在我要跟大家交代 为什么减肥的病人 我不用口 因为 口这个学位过去 叫 这个睡眠 催眠学 因为这个学位呢 你用了这个学位 它要improve sleeping 它可以睡眠 加深 入睡 那你用了这个学位 那你用了这个学位 睡觉好 对吧 这个学位它又也可以什么呢 它可以 开胃学 它可以open stomach 它可以open appetite 它可以提高食欲 提高食欲 所以你用了这个口这个学位 减肥的病人 吃得好 睡得着 吃得好 睡得着 所以这个学位 我们平时 我也就不用了 所以呢 小孩呢 你可以 小孩需要增肥的时候 那我就用了口这个学位 再加一个胃 这两个学位就是 可以增加它的食欲 食欲 所以 另外也发现这个学位 它可以治疗我们这个 有的人说 它可以治疗腰腿疼 and lower back pain and the sore knees of the leg 可能它这个 这个研究就是从中医的这些理论 皮主四肢 皮主肌重 皮为后天之本 所以它这个四肢的疼痛 什么的 那就可以用这个口 但现在呢 我们对相应部位 就解决问题了 还有一个特殊的名称 这个学位 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位 这叫 这个叫 疲劳快复点 它很快地 恢复疲劳 那么这个点叫 疲劳快复点 那这个点呢 是一个日本人研究出来的 日本人有一个叫 太田氏 他研究的时候 他就发现 日本人经常在卖地里 做水田的工作 水田工作 一天以后呢 他腰潭水疼 他们就给压这个穴位 压这个穴位以后呢 这个病人 他这一天的疲劳 很快地恢复 所以 那这个点就是 疲劳快复点 所以这个点也叫 太田是第一点 那我们在临床当中 我们会发现 我们会发现好多病人 好多疲劳 好多疲劳 一天大晚上劳累 没劲 那我 我又研究出 三个穴位来 可以治疗疲劳快复的 一个就是这个口 一个是三胶 因为三胶是气血 气血 这是energy point 三胶才是能量点 能量点 另外就是皮 所以皮这个学皮主四肢嘛 皮后天之本嘛 所以你平常我们都 看病人 我们就看看舌头 一看那个病人的舌头 胖大舌 非常完美 你气血 你容易累 再加上又得吃 再加上水滑胎 皮虚 皮湿 而且班历胎 湿腻 湿腻 湿重如果 所以匹是 祝湿 张满 皆属于匹 病急事就叫方耀中的 所以说匹 它可以见皮立湿 可以治疗疲劳 所以只有黄历胎 才是湿热 所以中医看你疲劳不疲劳 所以说看口香看皮 那耳穴呢 那我们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探测 也可以探测 探测这个口 也可以探测这个皮 再根据它的情绪 因此口这个穴位 在治疗上很重要 那一般的不轻易用口 轻易用口 开胃养 吃得多 因为现在人都注意要减肥 就是减肥 所以它是减肥药学 用口以后就爱饿 所以口这个穴位 是不减肥药学 是在减肥药学 不是减肥药学 感谢观看